每个人的财运都与我们的命理有所联系 所以通过五行命理是可以知道一些与财运有关的信息 那么你们知道从五行属性开属虎人财运有何说法吗 不同属性的属虎人对应着一些不同的特点 而这些特点对他们财运的影响是不同的 接下来就为各位带来属虎的养什么话最旺财招财的介绍 不要错过了 从五行属性开属虎人财运 一 活虎人的财运秉一年1926-1986年出生 经商活虎人充满热情 雄心勃勃 乐于开拓 具有革新精神 能将事业做大 利润滚滚而来 若命中有财运急性相助 活虎人就像蓄势待发的剑 督发则矣 一发惊人 财富收获破风 若命中没有财运急性相助 活虎人虽能遇到异性知己相助 但相棒的力量不足 有志难以施展 生活平淡 这类活虎人即使有一身记忆 却也无法发挥 只能靠功心度日 二 土虎人的财运物赢年1938-1998年出生 土虎人大多见识广播 明辨实力 懂得进退取舍 能够顺应天使地利 但钱财之运平淡 若命中有财运急性相助 富贵福泽可以日渐深厚 若命中没有财运急性相助 慧欠缺词信心 失去斗争意识 三 金虎人的财运更一年1950 2010年出生 大多数金虎人非常明智 处世有始有终 有较强的理财能力 若命中有财运急性相辅 其财运先逆后顺 欲危险会有解为之策 虽不能创造出较大事业 但财源风足 经商也可获中等利润 若命中没有财运急性相辅 金虎人常常会因为追求的不切合时计 劳而无功 或因不安分手起 运用邪念导致人才两空 四 水浒人的财运人一年1902 1962年出生 水浒人乐于采用新思想 新技术 属技术创新支付类人才 在新技术领域比较容易获得丰厚利润 若命中有财运相辅 水浒人思路敏捷 身手不凡 经商可做大做强 受人敬仰 若命中没有财运相辅 水浒人做事难以独当一面 即使有心独自开店 也难以支撑下去 五 牧虎人的财运甲英年1914 1974年出生 牧虎人喜欢和别人一起做事 能通过整合沟通 与人达到共识 和他人赚得巨大经济利益 是个交际手腕高明的人 牧虎人道德高尚 有较高的声誉 良好的经济基础能使家族企业显赫四方 在时会与乡里乡亲中得到重网 若命中有财运即兴相助 牧虎人经商可获大利 做人可获富贵 若命中没有财运即兴相助 牧虎人也能靠自己的勤劳辛苦付出 获得平稳的收入而过上小康生活 属虎的养什么话最旺财招财 一 文竹 属虎人栽培文竹能够旺财旺远 属虎人聪明伶俐 做事有自己的想法 但是劲头往往持续不了过久 一旦整个人松懈下来 就会变得很懒散 每天的心情也会变得飘忽不定 文竹是意志力的象征 一节一节的生长 特别的顽固 在办公室内摆放一盆文竹 久而久之能够被意志力所打动 在学习工作期间也不会去松懈 能够建置自己的想法与理念 才能够对新的一年有所帮助 二 兰花 属虎人栽培兰花能够旺财旺远 兰花温柔温弱 但正是正人君子的象征 有很强大的意志力 于属虎人坐视三分钟热度坚持不到最后 闻到兰花的芳香 就能想象到坚韧不拔的君子风度 坐视方面就会更更加专注 从一耳中 失业采运营有所提升 三 虎皮兰 属虎人栽培虎皮兰能够旺财旺远 虎皮兰好养幽很低调 不会喧宾夺主 把虎皮兰摆放在卧室内 夜晚排出的氧气对于睡眠而言能够起到促进作用 遇到了急火攻心的事情或皮蛋不仅仅能够观赏 也能够让人的心态获得调整 即便很普通 但也会是植物中的经典 能够为属虎人的运势带来促进作用 四 绿螺 属虎人养殖绿螺能够催望个人的财运 属虎人一直以来热情昂扬 但有时候会很开心 正是因为贪心 容易亏了很多 在家里栽培绿螺 能够帮助属虎人平静情绪 变得更加谨慎地去处理 加上绿螺好养活 能够成为属虎人王财望运植物的首要选择之一 五 茉莉花 茉莉花是一种香气醉人的绿植 它不仅能够给客厅带来舒适的氛围 还能够提升属虎人的财运 茉莉花在风水穴中被认为能够化解不好的运势 同时也有招财纳服的功效 将茉莉花放在客厅的窗边或角落 可以促进家里的财运流通 六 莲花 莲花在中国文化中被赋予了祥瑞 吉祥的意义 熟虎的人在选择绿植时 可以考虑养一盆吉祥莲花 莲花的花瓣清蒂 花朵高雅 寓意着纯洁 吉祥和福气 将吉祥莲花放在客厅中央的茶几上 或者电视柜旁边 不仅能够提升家庭的财运 还能够给人带来宁静和平和的感觉 七 长春藤 长春藤是一种能够攀爬的绿植 它在风水学中被认为能够增加财富的持久力 熟虎的人可以将长春藤摆放在客厅的书架上 或者挂在墙壁上 它的绿叶将客厅装点的生机勃勃 同时长春藤还能吸收空气中有害物质 提高家庭的空气质量 熟虎改运方法有哪些 一 六合贵人 诸为福星 在生肖六合制中 以虎与害虫形成最和谐的组合 属虎人可借助这一优势 通过摆放住形状饰品于家中的西北方位 或主动结交属猪的朋友 作为事业和生活中的贵人 猪象征福气与安宁 与之相伴 能为属虎人带来好运和心灵的慰藉 享受生活的幸福与满足 二 三合助力 马狗同辉 除了猪之外 与属马 属狗人的合作也是属虎人改运的一大秘诀 马的活力与狗的忠诚 能激发属虎人在事业上的无限潜力 在正南方摆放马的装饰 或西北方位摆放狗的象征 不仅能够促进职场上的顺遂 还能增强财富运势 同时 与这些生肖的人建立深厚的友情或工作伙伴关系 将为属虎人带来更多的机遇和助力 三 亲近自然 山林增运 属虎人本性亲近自然 山林不仅是力量的源泉 也是转运的家的 多参与户外活动 如登山 森林徒步 不仅能采集自然之气 增强个人能量 还能在大自然的怀抱中获得心灵的平静与启发 在家中或办公室不知绿色植物 尤其是大型盆栽 象征靠山本故 运势得意提升 四 佩戴事物 能量价值 选择适合的饰品佩戴 也是属虎人改运的一个有效途径 例如 佩戴母制或浴室饰品 能够调和属虎人强烈的气场 增添一份柔和与智慧 此外 根据个人八思五星缺失 选择对应的元素饰品 如今 木 水 火 土 可以进一步增强个人运势 促进身心健康 五 心性修养 自我提升 最后 内在的修为与心灵的成长对于改运之关重要 属虎人需修炼信性 学会在强势中融入谦逊与包容 增强情绪管理能力 通过阅读 冥想 瑜伽等方式 提升自我觉察 减少冲动行为 使决策更加明智 心怀慈悲 光洁善缘 不仅能够提升个人魅力 还能在无形中吸引好运 化解生活中的诸多不顺 运势分析 只是一种参考 人生有无限的高度 只要坚持不懈努力奋斗 一切皆有可能 所谓的失败只是暂时没有成功 所谓的泪水只是在洗滴你的伤痛 让你更清醒地看清世界 读懂人生 所谓的逆境只是黎明前的一片黑暗 一切为了人生的后继薄发 输光就在不远处 祝大家开心幸福 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加订阅 我们下期见